M3TURIO M3TURIO 這台是我的M3TURIO 現在貼完消光了 這台是GD3RS 也貼了膜 但是它是透明的 都有自動修復 如果你要看完整的貼膜介紹 可以看冠儀的影片 那這個是我今天要試的車 GD4RS 我用GD3RS的車主 來體驗看看GD4RS 他們兩者之間的差異有多少 先講一下市場訊息 目前GD4或GD3RS 你只要去保時捷官網 其實搜尋新車中午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很多線車的 全新車 都是顏色任選 所以現在不需要加價 也不需要加配備 你直接有線車可以買 我們來介紹一下 在它的車輛之前 先講一下它選配 因為它選了三百多萬 在外觀的部分 第一個最明顯 你看到這個引擎蓋 傳統引擎蓋 這不是引擎蓋 有碳纖維的材質 代表它選了YSR套件 這個YSR套件很嚇人喔 九十二萬六千三百塊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它有選前軸抬升系統 以GD3和GD4來說 GD3更需要前軸抬升系統 GD4稍微高一點 如果你的停車場不友善的話 建議你還是選吧 要不然底板一定要磨到 磨一次1萬 一直磨你也會受不了 然後在車側 輪圈是選的 這個顏色是要選的 它一樣是單孔螺絲 再來一個部分就是 你會看到這個煞車系統 只要黃色卡鉗 基本上都是有陶瓷煞車 它的陶瓷煞車選完的價錢 是十六萬三千五百塊 前軸抬升系統是十五萬一千九百塊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 油箱一定要選到九十公升 所以它的九十公升油箱 是一萬一千兩百塊 另外它是PDLS的頭燈 並沒有Plus 八萬兩千九百塊 哇靠 你看它那個輪圈 二十吋的GD4-RS 鍛造鎂合金輪圈 要八十七萬一千兩百塊 這什麼 這輪圈是鍍金的嗎 好貴喔 我們接下來介紹它的外型 從前包桿的下緣 延伸出來的前氣壩 一直到傳統引擎蓋兩側 這個是要吹 煞車系統散熱的導風管 然後再加上葉子板兩側 這邊也有空氣力學 這個就是讓整個車頭的 包含輪圈你在轉的時候 那些亂流可以很快的排到車尾去 然後後視鏡 因為它要選YSR套件 包含了一個小三角窗 都是碳纖維的 它沒有像GD3-RS 在車側有一個很大的貼紙 好像廣告車一樣 它比較保守 它旁邊有一個小小的貼紙 GD4-RS 然後你只要看到 後輪壺前 有開口的保濕結 基本上都是比較貴的保濕結 然後比較重要重點是上面這個開口 就是在逼住之後 這個碳纖維四蓋這個開口 這個是吸氣 因為它很靠近正副駕駛的耳朵旁邊 所以你會很清楚聽到它的吸氣聲 加上它的吸氣聲 產生的玻璃的共鳴聲會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另外它的懸吊系統 前後都是麥花城 而且它有電子避震器 我們把車吊頭介紹它的車尾 所以明顯它就是上方這個碳纖維的尾翼 不可調整它的角度 然後你抽過後擋風玻璃裡面 可以看到有一個碳纖維四蓋 它是GD4-RS的名牌在上面 然後它主要就是空氣濾網 那整個車尾呢 尾燈的排列當然全部都LED的 比較明顯除了它的名牌之外 還有就是排氣管的造型 比較靠近中間 然後老流起片更誇張更明顯 你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出 它是一台GD4-RS 然後我覺得GD3-RS比較帥 對不對 我們來掀開傳統這個引擎蓋 它是一個置屋空間 然後有些基本的保養 雨刷水在這裡 然後你看剛剛那個引擎蓋開口 那個導風的效果 導風的孔 就直接連到這邊 然後直接可以去吹煞車系統散熱 前面有一個很小的置屋空間 它不像GD3-RS 前面沒有了 GD4-RS還是保留了 稍微有一點便利 它的行李箱容積 在前方可以達到125公升 其實還滿深的耶 我們透過鑰匙解鎖 後方是行李箱 但是它後面是引擎 不過你看不到引擎 你把它打開之後 可以看到另外一個 小小的 很奢侈的置屋空間 136公升 比前面多了11公升 然後有兩個圓形的蓋子 一個告訴你它是油 一個告訴你它是水 水就是水箱 油的話就是基油 然後你看到就是很漂亮的這個 防滾龍下面的 這個碳纖維式蓋 這裡面打開是兩個進氣系統 然後進氣系統你會看到它是 延伸到剛剛我講這個側窗 逼住之後這個洞 所以它的吸氣 會在這邊產生很大的共鳴 會讓玻璃震動 甚至你的耳朵的耳膜 也會跟著震動 我們講一下它的引擎 其實它跟GG上還是引擎 同一顆 但是馬力少了25匹 最大馬力剛剛好500匹 它是六缸水平對臥 自然進氣引擎排氣量 3996cc 最大的扭力450Nm 原廠還是有公佈它的油耗 每行駛100公里 需要用到13公升的汽油 你這樣換算的話 7.5左右 所以建議大家選加大油箱 然後搭配的標準箱 7速的PDK 極速表現可以達到315公里 原廠公佈的0到100加速 3.4秒 哇 這個真的是 碳纖維就是這個聲音 但是這個不是 這一塊不是 不過這一塊它很特別就是 它這個尾翼旁邊這邊 還有一個GD4RS這個烙印的 GD3RS你要貼貼紙 GD4的話是這個烙印式的 比較好 我們來介紹GD4RS的內裝 首先講一下它選配在內裝的部分 有一些值得選 有一些其實可以不用選 第一個就是Restec的套件 它是藍色的 近海藍色 10萬2800塊就是這個 然後包含了一些擠皮的包覆 這個我覺得看個人 因為要10萬 然後它會附這個安全帶 這個安全帶喔 你如果平常開車用這個安全帶 繫在身上的話 其實它安全帶燈會亮耶 因為它沒有Sensor 你一定要繫在這個 傳統的安全帶上面 它才不會亮 安全帶燈 我如果把它拉掉的話 它就會亮 等我把這個把它繫上去 它就滅掉了 所以這是 安全帶是Club support的套件 包含了滅火器 跑車計時套件 在前方 1萬6千 蛤 自動防線 車內車外後視鏡 雨滴感應椅子要選喔 2萬8千6千 這真的是 保持街真的什麼都要選 然後藍色安全帶 這個 我現在系的這個 它可以搭配這個椅子的顏色 1萬6千 玉林均空色 這個就是我覺得最無聊的 紅底的轉速表 和跑車計時套件 兩個加起來 4萬8千 八百塊 就這兩個紅的 你眼睛看得到紅 你每天開車 看到這兩個紅色 要付4萬8千塊的代價 然後 1萬3千2這個 Posh字樣 很無聊的配件 沒有我系8千7千 前後車距 停車雷達含後方攝影機 你如果打倒檔的話 有一個畫質非常差的CCD 然後 這個絕對不要選喔 行車紀錄器安裝準備 完全沒有意義 包含了我當初交車的夜代 跟我講 絕對不要選這個配備 因為它是完全沒意義的 它只是預留一些限組 但是其實現在的 台灣的裝行車紀錄器的店家 都可以幫你做 比保時捷的預留的 行車紀錄器更好的限組 燈光設計 氣氛燈也可以不用選 然後最後一個 最不要選的就是 BOSE音響 6萬9千塊 因為你選的BOSE 和沒有選 因為車內的噪音太多 它不像911GC上來 噪音會比較小一點 所以你這個音響 放出來的音樂 被這些噪音蓋掉 根本沒有意義 好今天我們來講 它的配備 刺氣囊 只要是911或718都是四氣囊 它並沒有到六氣囊 然後它這個T字造型 影音系統也好 儀表系統也好 簡體中文 這個都是 大概快十年前 我那個時候 凱燕 Turbo S的系統 到現在還在用 然後下面還是有些實體按鍵 包含了空調系統的按鍵 整個中控台是幾皮包覆的 因為你選的是藍色的 椅面 所以它的車縫線也是藍色的 變速箱 PDK 7速 它並沒有手排可以做選擇 然後後面還是有一些比較舊式的按鍵 包含了排氣管閥門的開關 然後 PDK Sport 也就是我們一般的S Plus的感覺 然後電子避震器 兩段式的開關 停車熄火 這個還好它在這裡 如果是911的話 是在數位螢幕裡面 你要進去螢幕裡面去點 然後 ESC OFF 還有 ESC加TC Tricing Control OFF 後面有一個 我也不知道可以幹嘛 說到這個 如果你放鑰匙可以啦 但是鑰匙也有差異喔 你看它的鑰匙的造型 是這樣對不對 如果是GT上RS的話 也是這樣子 但是會差在哪裡你知道 它有一個RS的LOGO 它居然沒有 保持起來忘了放 然後後面有一個小小 非常小的植物空間 它植物空間並不多喔 包含了副架前面這個杯架 然後它的座椅一樣 跟GG3是一樣的 它只有一個上下 像我現在在調整 上下的調整 椅背角度不能做調整 除非你要放螺絲 把這些螺絲卸掉 可以做 國外是說可以6度的夾子 可是我問了台灣保持起來 他說不行調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方向盤的調整 是手動的 伸縮 它伸縮的幅度蠻廣的 上下的幅度也蠻廣的 方便你任何體型 因為它的 坐姿的空間有限 你大概 超過185公分啊 或者是超過體型重量 105公斤 你坐在車內都會很痛苦喔 第一個就是它這個蝴蝶翼 你可能會有一些肥肉會跑出來 第二個部分就是高度 它的前後滑移的幅度有限 所以呢 你如果身高太高 你坐在車裡面 你這個膝蓋彎曲的幅度 可能 沒辦法調整到一個很正確正常的坐姿 然後前方儀表 三環式的 也是舊系統 有兩個是傳統的指針 只有右邊一個小小的數位螢幕 然後你透過方向盤 右邊下面這個按鈕 Up和Down 這邊去做調整 然後它有定速裝置 這個車絕對不要選定速 定速完全沒有用 然後它一樣是傳統旋鈕式 並沒有Keyless 然後在左邊是大燈 盡量都把它撥到Auto 然後整個 門板是都真皮的 包含幾皮的搭配 它為了較輕量化 所以它是拉繩式的開門 在這裡 然後你把車門打開 一樣有前後 尤其前面 它還是有 它不像GT上S沒有置物空間 因為有兩個大風扇 一個大水箱 它還是有 所以你在前面 拉一下的話 就可以釋放前面的 很小的一個置物空間 因為它車內這邊沒有置物空間 它不像911 它後面還有兩個小座椅 如果是GT上S 你如果YSR套件上去 防滾龍的話 它變成是只能放一些小物 譬如說你的包包 可以放在後面 不過GT4 它完全後面沒有空間 我們現在要遠離下雨的天氣 往稍微難一點跑 我們講一般通勤好了 它的懸吊 做得比GT上S 它稍微再硬一點點而已 但是我現在一樣用Normal 那我如果把它 因為它沒有行車模式 我如果把避震器調硬一點的話 它在運動化模式下 沒有GT上S這麼的硬 它反而就是 你在一般的道路形式是可以接受 因為我們現在高速公路在賽車 我們速度才大概 75左右而已 那這條路喔 我已經走了好幾年了 哪邊比較舒適 哪邊有伸縮縫 哪邊有坑洞 我都很清楚了 兩者之間的比較就很明顯 再來一個就是噪音 大概時速過2000 接近2000的時候 油門才多一點 它那個吸氣聲 有沒有 你看這個 這個吸氣聲就很明顯喔 GT上還是聽不到 比起剛才說 後面還有兩張座椅 迷你座椅喔 所以它距離 引擎比較遠 吸氣的系統也不一樣啊 雖然引擎都在後面 但是一個算是中置 一個算是後置 不過這個開起來 加上懸吊設計也不同 開起來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有一個差異 變速箱換檔螺輯 它比較慢 就是我們在一般正常模式 高速公路行駛 換到7速的PDK的時候啊 它比較慢 911的GT3RS 不知道為什麼 它好快就給你換到7速 可能是想要讓你省油一點吧 又或者是想要讓你 在換檔的過程中 趕快換到第7檔 因為馬力夠嘛 500多匹 就算你那個時候轉速很低 你要揚起那個時速的時候 比如說560 揚到100的時候啊 它還是可以很快 你看這個伸縮縫啊 它過去的時候 你大概就我的肚子在抖而已 但是如果啊 你GT3RS 你用到運動化模式的時候啊 我全身都在抖 它除了這個吸氣聲 有些差異喔 其實它在行駛過程中的 你一定度比GT3RS還要好 我們撇開那個後面的引擎的運作啊 它整個行駛起來 其實算安靜耶 你恆定的速度 你不要把速度提升起來 它GT3RS在裡面喔 嚇死人 然後我們把排氣管打開齁 其實它這個啊 排氣管打開啊 車內成員聽到的噪音比外面還多 其實不管是GT3或GT4RS 它的排氣管的聲音 原廠都壓得很保守 你其實真正聽到是這個共鳴聲 沒下雨啊 出太陽了 所以我們走的地方是對的 其實它追求的是彎道性能 還有就是 在每一個賽道跑出它的極限 透過空氣力學 透過更高的下壓力 讓你在彎速可以表現更好 然後出彎之後呢 像GT3RS它有可變的DRS嘛 DRS它出彎之後 DRS只要把尾翼整個放平的話 前面兩個輪子裡面把它放平的話 它的加速性能表現還是很好啊 那GT4沒有這些配備 可是相對於它的價錢 只要GT3RS的幾乎是一半啊 它那個吸氣是怎麼回事啊 感覺好像漏氣啊 不是吸氣 不過開起來 沒有想像這麼的RS啊 反而 它通勤啊 更適合耶 比GT3RS更適合 如果你要享受這種吸氣的悅耳聲 這種聲浪啊 這也算聲浪啊 那GT4它可以打給你這個 但是你如果想要 因為我覺得馬力 為什麼我覺得GT3RS貼備感很好 可是GT4開不太出來耶 可是只差25匹 你如果正常的定速行駛 又沒感覺 我開GT4RS 我油門很敢踩 可是GT3啊 有時候像剛剛那段下雨啊 我不太敢踩 我怕一踩啊 後輪跑到前輪來 你看它很舒服耶 我們把它撥到一般 我去走那個惡魔的內線好了 走一下 內線 像這一段啊 內線最恐怖 因為它凹的最多啊 你看它多舒服啊 這幾個啊 我如果開GT3RS 絕對不走最內線 但是你看GT4開起來就很舒服啊 那現在其實GT3RS和GT4RS啊 都有線車 所以保持節都說說怎麼訂單多少張啊 那都是G2行銷啊 保持節很會玩G2行銷啊 那現在這兩個車款啊 尤其是GT4RS有可能是它的末代了 不過最近感覺電的718又停下來 又沒聲音了 會不會保持節發現 好像還是要保有油 但是不要油電的718啊 所以有可能喔 這個會有下一代 不過目前還沒聽到消息 GT3RS992.1 現在確定有992.2嘛 已經看到很多影片了 但是這個還沒有看到下一代 那下一代不知道會不會把這個 簡體中文的系統 還有這個很舊的導航圖資 包含了手機連結變無線 不知道會不會把它放上去 這個目前還不知道 不過如果你對這個車現在很有興趣的話 你現在不用像以前要加價買 不管是3或4 如果有正好你喜歡的顏色的話 現在下手 搞不好你如果回購還有1%的優惠 我們在一般道路上行駛 我就以一個GT3RS的車主來評論GT4RS 要我的話 我不會買這個 我會去買991 然後要點2喔 不要點1喔 991.2的GT3RS 因為它 它現在中古車殘值 和GT4RS會差不多 可是開起來會差很多 就算再怎麼Motorsport 再怎麼運動的話 你還是會要求在行駛過程中 一點點的那個質感啊 數位科技啊 各方面啊 我覺得GT3RS99 1.2 會比它還要 各方面表現還要更好 更均衡 但是它還是有些優點啊 因為變速箱位置不一樣啊 所以你比較聽不到那個變速箱 換檔那個 尤其降速啊 低速行駛要換到一檔的時候啊 它那個 那個很奇怪的 那個變速箱運作的聲音 變速箱就在這邊嘛 那它在後面 所以比較聽不到 這個部分的質感 它表現是好一點 可是除了這個以外 其它 然後我很不喜歡它那個吸氣啊 產生的那個玻璃的共鳴 它這個不是性能帶來的共鳴耶 是那個噪音 讓這個玻璃震動的共鳴聲啊 然後馬力也沒出來 但是那共鳴聲顯出來